巨星亚洲报道 美国的拜登政府正考虑 秘密与台湾联合生产武器 加速让台湾移交武器 採取了这项秘密 他们的美台商国的会上指出 他们有多个超然属于美国的 国防军火的通貌产 美台武器的输出进化 美方可能要向台湾提供更多的 武器弹药 还有导弹的技术 美国输出的模式 可能是由美国的军火公司 输出技术 在台湾秘密的制造武器 或者是由美国用台湾制造零部件 制造美式的武器 美国最新的研满说 未来五年台海局势高危 把美国从一种军手 到交付台湾机背 7月5到10年 时间紧错 海灯政府市场等 进化脱落授权 台湾可以联合的生产 加快武器的移交 根据军出外审栏目常 最终之法 台湾军方的雄风二型 雄风三型导弹 只有所谓台湾的中科院 秘密开发的台湾导弹 确实采用了一些 美国的技术生产 不过台湾目前 还没有正式公开的 与美国联合的生产 美国的武器 无论是弹架 还是发射的载弹 由于担心泄密 美国以往 对于联合生产 美国制造的武器 一直对台湾 持有谨慎的态度 至少从2017年7月份以来 美国已经批试向台湾 出售武器 但还没有交付给台湾的 最少还有十项的军队 估计超过130亿美元 美国收了这些钱 但是经费 还没有交付给台湾 另外台湾军方 与美国签订协议聘 一聘请 美国大国者导弹的技术代表 从10月份开始 驻台湾5年 经费将近25亿新台币 由台湾指出 台军生成 向美国采购新一批的 爱国者三轻的增程导弹 性能动价先进 射程更远 并且增加了 命中击毁目标能力 作为拦截导弹的 反导主力武器 不过台军城队 美国的军偶商以往 也要派军事的 技术代表到台湾 不过人数不低 也非长期地驻台 这一次 美金驻台人数大增 根据新出版的 什么 找最新出版 台军的导弹部队 认为美金的军事顾问费 太贵 要求美国的军火商 雷神公司 降低驻台湾人数 还有高额的价钱 双方一度谈不动 台湾同情 不肯支付顾问朋友 美国官方一旦全球 并且一度警告 取消台湾使用 爱国者防空导弹的字 作为施压 台湾军方追索 被迫接受了 高昂的费用 还有驻台条件 以保住台军 可以更新使用 美制爱国者导弹 另一方面 纽约18发表的题为 美国有一把台湾 变成庞大的 武器几位固托办法 针对台海的局势 如果美军在台湾 建立美军的武器库存 作为军事后勤 保障的支撑 一旦美军 接入台海之战 来台起源 可以立即 从台湾本地的库存 取出武器 武器等待几周 才可以把军备运上船 最新出目的就是 美军在日本 菲律宾等地 秘密地建有美军的武器库存 便利 美军在亚洲使用 2019年美国的国防 从台湾 已经有提案说 在台湾 图存美制的武器库 以捐赠的方式 一先储备一批武器 放在台湾 不跟你新出目 还是南部朝 最新出目 美国的这些所谓武器库 最可能 是以不对称的 作战力为例 适合岛屿作战 除非可以供长时间 持续使用作战的武器 包括美国可能提供给台湾的 安置的遗差反舰的导弹 自身的防空导弹 标枪的反弹核导弹 台湾是火阵层党 而台湾军方的 致呼一个秘密地的报告说 这些美军或者盟友 转赠给台湾的武器弹药 如何在台湾能够安全地处存 是个问题 现在的资源 包括台湾 有300多个 封存的煽动的矿坑 深入地下依然怀疑 不以为摧毁 是适当地 储存美军武器弹药的定点 不过 这些具体的位置 应该列为台军的 军事机力 以免被破坏 台湾的机能承认说 储备进行所谓 每一次的军火军队 特别是美国授权 寻出军事机构 让台湾生产了 所谓新的武器 在台海开战的时候 如何强化的保护 分散的隐秘 而这些新的军队 既要躲避 几方军的导弹退后 又不止 在几方台湾中 落度大陆时 对美国台湾 是个两难棋手的问题